遠景藍茶自小客車 乘客開始亂掰 讓警方滿頭問號 先是說自己變性 他說他是女生 我變男生 然後變男生 那你什麼聲音 我有去帶聲帶 接下來更扯 竟然不記得自己的生日 理由讓警方傻爆眼 前面有出車禍 因為我變喜歡我出車禍 男子車禍傷得真不清 連手機密碼都忘了 裡面有沒有什麼東西 我們看一下 都沒有 我連密碼都不知道 警員被他擄的 只好放大絕 請他拿下口罩 確認面貌 鼻子也不太像 沒有 我全部大疹過真的 有手術的痕跡嗎 沒有 我都用好了 因為我都有在保養 能掰的都掰了 男子無忌可施 只好承認自己是通緝犯 該名乘客有因他案遭到通緝 當場接莊該男子的謊言 通緝犯想朵盤查 煞費苦心亂編理由 警察輩輩可不是吃素的 這點小伎倆怎麼可能 猛混得逞 記者劉市長 吳一軒桃園採訪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下囉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 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